輪到我了,來吧!我的卡侄,請你引到我的懷孔吧! 大家好,我是廢柴,誠意,勇氣 今天我要介紹的動畫是遊戲王 小弟的頻道主要是講述香港和日本文化的軟實力 偶爾都有一些日常生活的影片 我會不定時出片,喜歡的朋友就可以支持一下 我會以奇雲的四點 第一,有沒有深度的人性黑話 第二,有沒有深刻的思想內涵 第三,有沒有深入的歷史人物 第四,有沒有深遠的社會影響來評價 遊戲王究竟是不是神作 結論,遊戲王是神作 遊戲王是日本漫畫家高橋和氣的作品 遊戲王一開始真的玩一些黑暗遊戲的嫌迷 全部都是玩卡牌的 兩個故事都是說一開始就有一個職目 之後遊戲就砌好的職目 之後就出現了另一個我 只不過前者主要是說另一個我要懲罰罪人的自私和貪欄 之後再玩這個黑暗遊戲 而後者就是我們經常看的 遊戲王怪獸之決鬥 你可以說遊戲王當初是視水溫 為之後的遊戲王怪獸之決鬥來鋪路 而且沒有說動畫是比漫畫差的 大家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只不過看你喜歡哪一種方式 這件事可以遲些做一條影片說的 之後遊戲會跟另一個我 城之內 本田 恆子 就會展開了一個冒險生涯 我今天是以遊戲王怪獸之決鬥 作為這個講解 遊戲王怪獸之決鬥有深度的人性合法 我個人覺得有兩部份一定要說的 第一部份就是當城之內被馬尼諾控制的時候 跟遊戲進行決鬥 當遊戲 希望用真紅眼黑龍來喚醒城之內 我竟然眼濕死了 其實因為 真紅眼黑龍當初是在龍騎身上拿的 之後城之內就輸了 真紅眼黑龍不讓人 遊戲幫他錄 而城之內 覺得自己要成為真正的決鬥者才要回 所以由遊戲一直保留 真紅眼黑龍就好像見證著遠腳蝦的城之內一樣 是城之內的靈魂頭脈絲所在 結果真紅眼黑龍真的很有用 第二部份是 拉雅偏海馬和拉雅之戰 海馬為了換繩被拉雅控制的木馬 而一直在處處隱約 希望用藍眼白龍來 令到木馬醒來 最後海馬和木馬就變化石 遊戲覺得拉雅侮辱了海馬和木馬的兄弟情 這次就代替海馬和拉雅對決了 名言 第二 遊戲王怪獸之決鬥有深刻思想內涵 我覺得信任是遊戲王怪獸之決鬥表達最重要的一個信息 無論是遊戲和城之內 遊戲和海馬 城之內和海馬都有一定的信任 首先遊戲和城之內的信任可以在很多部份表現出來 例如遊戲和城之內在戰鬥城市預選分組賽上 遊戲由一開始處處保護城之內 到了城之內因為受到海馬的一番言論 而下定決心要和馬尼諾決一死戰 去救回阿姆 遊戲信任城之內作為一個真正的決鬥者 一定可以在決賽上去相遇 而下手 這是信任的表現 其次 遊戲和海馬一起對抗達之 海馬因為最後受到攻擊 生命值變0的時候 他用陷阱卡將遊戲的生命值提高 除此之外 遊戲和馬尼諾對決前一秒 海馬將他的巨神兵借給遊戲 巨神兵作為 在這場決鬥之中一張挺重要的卡牌 還有遊戲和女人哈爾特對決時 海馬內心的劇場就說 我不准你輸給除了我意外之外的人 你很喜歡Event 這也是信任的表現 再者 海馬在遊戲和城之內對戰時曾經說過 我也是在遊戲和我的兩套團隊上回應 在遊戲和第三套的 我現在終於想要看 我現在全部做得好 我真的要賺你 雖然海馬一直在畫城之內 但其實海馬尊重城之內作為一個平凡人的特質 要知道做平凡人 不是那麼容易的葉師傅 這也是信任的表現 第三 遊戲和怪手之決鬥有深入的歷史人物 遊戲和怪手之決鬥在黃之記憶篇當中 尋找另一個我阿童母的記憶 原來阿童母是愛及神話當中的創世神 是九處神之首,有不同的外形 在神話方面我真是靈鋪 所以我就不說太多了 而易神龍的人文就是La 易神龍 而阿童母和太陽神Lae合併稱為Lae 阿童母,被認為是黃昏時的太陽 所以易神龍是最厲害、最神秘 至於天空龍和巨神兵暫時還未 參考得到,所以就不說了 而有一張卡叫做 華伊球連神殿 是奇古萊爾特專用的卡 有四個美女 我就用廣東話去說一次 因為英文、德文我不懂得說 華伊球連斯愛特 華伊球連阿爾提特 華伊球連朵荔勵多 還有華伊球連吳朗希爾泰 圓形好像是女武神 我只找到布倫希爾泰 可能就是華伊球連吳朗希爾泰 一切都是FF,未必是真的 第四個遊戲 遊戲王怪獸之既有深遠的社會影響 今天作為第一種真的在世界通行的卡牌遊戲 遊戲王的歷史由遊戲十代 由升給你 到了之後的歷代主角 將遊戲王成為跟寵物小精靈一樣 家元戶曉的作品 如果沒有遊戲王 怎麼會有Battle Spirit呢? 先申報 我在中學的時候就有買Battle Spirit 但最喜歡都是遊戲王 其實大家還知道當年還有一套不錯的卡牌遊戲 叫Deals Master 我記得是大鵝龜電視機的年代 小美 立即攻擊卡牙尼 就沒用的不死藍將了 就算你不懂遊戲王也會聽過抽卡 遊戲王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比賽 還有現在有遊戲王的手機遊戲 都算是將儀式玩意作為一個保留 最後如果有任何意見歡迎留言 喜歡的就記得comment、like、subscribe、share 我是廢柴誠義勇氣 下次再和你們分享一些有趣的事 這些是我僅存的遊戲王卡 大家就笑一笑這個廢柴